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集我們繼續同大家更新香港那邊的疫情最新資訊。 根據東網的報導,他們的消息指今日15號暫時有1510宗確診, 但這個數字亦會因應化驗結果持續增加, 而初步確診錄到5400宗。 另外,香港的主要抗疫官員之一,政務司司長李家超, 他家裏的一名外籍家傭在今日15號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後, 結果初步陽性,而李家超和他的家人亦進行病毒快速測試結果陰性, 而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法人在今日亦表示, 這名外籍家傭進行測試後初步確診, 之後就按照衛生局指引, 他要做一個深喉脫疫的樣本做化驗。 為了謹慎意見,李家超都是要回家進行自我隔離。 李家超真是黑仔,現在無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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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, 就包括會再徵用新公屋3000個單位用來做隔離。 另外,他又說政府已經採購了一億套快速測試套裝, 就率先向安老院派發。 林鄭方面亦強調政府沒有計劃封城, 仍然會堅持動態清零這件事, 就不會放棄或者鬆懈, 重新向病毒投降就不是香港現在的選項。 跟著他亦解釋為何會跟李家超抗疫工作安排的講法有不同呢? 林鄭就告訴傳媒,說他們沒有仔細對, 他說司長去到深圳開會後, 會以即時成果梳理出五個要求對接的範圍, 當時只可以很籠統地交代到一部分工作。 而第二日他們是政府內部高層開完會後再仔細決定分工, 因為抗疫工作不可能完全交給局長, 政府一直都不這樣做, 好像打針中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負責, 這個看上不像公務員事務, 但就說是政府上下同心, 所以透過行政長官的指令, 所有部門都需要負責不同層面的抗疫工作。 而最後他亦提到, 說新聞稿沒有提到的獎就不代表他們不會參與抗疫, 還說這部分大家都想多了。 上面這幾個部分就是今次疫情最新資訊, 確診數量方面亦都沒有一個很大幅的下跌, 暫時仍是四位數,千多人,千五人左右。 而李家超方面就不幸運, 家裏的工人中個招, 就搞到他自己都要在家裏自我隔離, 不知今次自我隔離要幾多日呢? 是7日還是14日呢? 最後亦都講返林鄭是沒有計劃封城的, 我想這點大家應該都可以說是鬆一口氣的。 另外亦都是買了1000套快速檢測包, 我估計買得這個數量就代表未來疫情可能還是幾嚴峻, 因為如果不是就不用遇到數量那麼多, 香港都是700萬人而已, 現在他買夠1億套, 夠驗10次8次了。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, 大家都是要小心應對。 另外, 根據剛剛東網方面的最新消息, 葉劉淑儀, 他的司機昨天的檢測結果是初步揚醒, 現在他亦都在家裏自我隔離, 今日就沒有出席到行政會議。 嘩, 現在香港的高官都好不幸運, 好似個個都排隊中。 由這點上都可以看得到疫情是相當嚴峻, 會不會因為這個疫情而搞到特首選舉是需要推遲的呢? 這點就真是不知道啦, 因為20號那天才開始正式可以報名選特首, 我們就一齊看看到時如何發展啦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 記得在下面留言啦。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